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日新闻 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 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经历可以分享给大家 在两个月前 李先生见到广告之后 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试三高代謝宝 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李先生是这样说的 因为过几月 两个月左右 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没有吃药 后来看广告 YouTube 看《希望之星》 所以过来就买回来给他吃 他吃的比较重量 吃了就吃10月 吃了一个月 他现在下到6.4 早上是早上量 以前7.1 他吃了之后大约1个月 下了6.4 下到几好 所以继续买给他吃 有些全部都不是买 有一份是帮朋友买的 听到李先生的这段经历 令人觉得很高兴 在短短一个月之内 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 希望李先生的故事给大家一些鼓励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也都为高血糖而烦恼 可以试试李先生的方法 或许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后提醒大家 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 都最好问一问医生 確保安全 以及达到食疗保健品的最佳效果 好了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看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北约峰会下星期将在华盛顿举行 5日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北约将重点讨论北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期间 对莫斯科的支持问题 6日 日本和柬埔寨合作 帮助乌克兰排雷 而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刚刚倒任中共住柬埔寨大使 美国官员说 北京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 不但助长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而且对欧洲安全造成了长期挑战 因此 我们在这方面会有强硬的措施 而在北约峰会即将召开之制 6日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 白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署说 中国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反恐训练 将在7月8日至19日举行 中共军事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 之前在3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在外交事务上发文说 俄罗斯已越来越多 和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独裁国家结盟 这些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失败 欧洲分裂和北约动摇 另外,拜登政府官员5日表示 他们将宣布一座桥梁 令乌克兰最终可逆转地加入北约 斯托尔·腾贝格说 我预计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 将就乌克兰问题达成一项实质性一男子计划 北约将接管大部分国际安全援助的协调和提供 将增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 盟国期望向乌克兰提供更直接的军事支持 更多的商品安全协议等 所有这些要素構成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桥梁 北约峰会将邀请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南韓领导人出席峰会 斯托尔·腾贝格说 獨裁者的联盟越紧密 我们和印太地区的朋友紧密合作就越重要 2日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发表了一份针对北约峰会的分析指出 欧洲40%的贸易要通过争议日益激化的南海 而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則依靠入口北韩军火 和中共军民两用产品支撑 俄罗斯和北韩加强军事合作 试图脅迫南韩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可能也会令首尔和布鲁塞尔走得更近 这次峰会上 北约盟国和印太地区夥伴 可能会承诺进一步支持乌克兰 分享打击中俄客客的最佳做法 打击中共的经济脅迫 加强国防工业合作 另外6日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和柬埔寨外交大臣索菲亚 簽署了一系列协议 包括两国合作幫助乌克兰和其他 飽受战争游轮的国家清除地雷 两国承诺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与稳定 开展良好的商变和多变合作 法新社说柬埔寨被认为是排雷专家 自1988年以来柬埔寨一直在排雷方面 开展国际合作 特別是与日本合作 尚川说柬埔寨将为提高人们 对杀伤地雷的非人道成的认识 做出重大贡献 日本将在下星期向乌克兰提供一台 功能强大的排雷机器 8月在柬埔寨对乌克兰的排雷小组 进行使用该设备的训练 据人权观察组织说 在乌克兰的27个州里面 有11个州受到了这些地雷的污染 俄军至少使用了13种地雷 5日汪文斌在抵达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 对记者说 他出任第18届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汪文斌坐车从机场前往大使馆的路径 似乎也有讲究 什么?习近平大道、鸿心大道、西哈鲁克大道、毛泽东大道 近年柬埔寨也正拉近和中共的关系 这次突然和日本合作帮助乌克兰 显然和中共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相背离 台湾军事专家、国际政策研究基金会 复研究员李正修说 以中共的角度看 如果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能够牵制美国和欧洲 那便需要它 中共是要获得最大利益 一旦结束战争 美国便将整个专注力转移到印太地区 针对中共 因此 习近平是绝不会劝说普京 停止这场战争的 美国国航空航天局 预计在9月发生一次新星爆发 并称它为百年不遇 可用肉眼观察到的天文事件 最终北面座T 又叫TCRB的研究人员表示 这次爆发可能在9月之前的任何时间发生 TCRB通常是每80年爆发一次 上次地球看到它是在1946年 TCRB是由一伙白矮星和一伙红巨星造成 它们相互妖转 白矮星是指一伙死星 因为它的原子不再聚变产生核燃料 红巨星是指一伙核心 不再有氢气来引发核聚变的行星 在TCRB 红巨星的氢在白矮星上积聚 并在那里不断积累 最终引发热核爆炸 NASA表示 这种的爆炸通常每80年发生一次 当这种称为新星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可以看到明亮的光芒持续大约一个星期 然后消散 并变得肉眼很难看到 美国变声观测者协会的执行主任 布莱恩·克洛彭伯格 告诉美国之音 这次爆发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氢弹 因为行星中的氢会不断积累 最终导致爆发 它们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 发出的大部分光都是宽大的 这意味着它是热辐射 克洛彭伯格说 所以它看来就像 有些像地球上的氢弹 有大量非常明亮的白光 美国宇航局天体物理学研究员 向井浩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 告诉美国之音 它本身并不是一场 多么了不起的奇观 它背后的故事 或者非凡的科学成果的前景 让它变得激动人心 向井说 TCRB的新星 很可能成为自1975年以来的 天鹅座新星中最亮的 天鹅座新星的星等达到2.0 星等这一个衡量方法 可以追溯到早期天文学家 简而言之 它描述到行星的亮度 同时考虑到它相对距离 天空中最亮的行星被认为是一星等 用眼可见到最暗的行星是6星等 例如太阳的星等是-26.7 是人类从地球上可以看到的最亮的天体 但是如果太阳和其他行星相比距离更远 它的感知度将会下降到4.7星等 借助现代的技术 研究人员希望对TCRB的新星进行前所未有的观察 向井说 正是因为是这样 而且由于我们拥有一套 具有空前能力的地面和太空仪器 我们可以获得到现在为止 从未有过的新星整体试图 研究人员通过識别出2023年4月 新星亮度的突然下降 通常发生在新星爆发前一年左右 而预测到TCRB迹状爆发 路易士安那州立大学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布拉德·謝弗 告诉美国之音 他的研究确定了爆发前的亮度下降 这样和1946年 新星上一次爆发前出现的类似模式相吻合 他说他将成为几代人见到的最亮的新星 謝弗说爆发过程持续大约60天 但风值亮度只会持续不超过3天 NAS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新星和超新星不同 超新星是摧毁垂死行星的最终爆炸 而当新星事件发生的时候 矮星保持完整并重复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十万年 研究新星事件的NASA科学家 黎贝卡·豪塞尔说 有一些周期非常短的复发性新星 但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人的一生中很少看到再次爆发 而且很少看到距离我们自己系统 那么近的爆发 坐在前排座位上观察真的太令人兴奋了 中共近期派遣大量军机和军舰围绕台湾 对台湾形成四面包夹的态势 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6日台东外海发现一架美军MQ-4C海神无人机 吸引大量军事专家的关注 有专家分析认为 美军无人机突然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 很可能是在找中共潜艦 一名航空迷透过即时更新 航班飞行状况的网站Flyrader24公布的航迹图 美军的MQ-4C无人机 在4日中午12点多 从沖繩的喇叭空军基地起飞后 一路飞往台湾东部外海 并在上空盘船几个小时 直至下午4点左右才回到沖繩 相关咨询公布后 立即引发网友他们的热议 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廷说 美军目前正在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中共军队很可能为了搜集情报 派演潜艦到台湾东部外海进行活动 美军的P-8A反潜机 近日也在台湾的东南以及西南空域活动 可能是反潜机 发现海面下有潜艦的终跡 因而决定派遣MQ-4C 进行更详细的追踪、标定 台东外海十分有利潜艇进行活动 加上近期天气状况良好 海上十分稳定 中共军队可能借此机会透过潜艇 搜集美军还太平洋军事演习的情报 相信国军也掌握了相关情报 另外在3日 美国国会发表报告 名为《国防入门》 海军分散式海上作业概念 主要禅明海军的基本作战概念 目的是提高美国海军对抗中共海上 反介入区域距止系统的能力 就是探测和攻击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能力和飞机 从而令美国海军在和中共发生冲突时 能有效作战 主要功能包括 1.将海军部队分散在战区内更大的区域 以令对手更难发现和瞄准海军部队 同时仍允许海军部队相互支援 并将火力集中在敌方目标上 2.将海军感测器和武器分布在更广泛的舰艇和飞机上 以减少因任何一艘海军舰艇或飞机被毁而损失的海军感测器和武器的比例 即避免很多鸡蛋放在一个男子里面 3.更多使用远程武器、无人舰艇和无人机来支援前两点 4.使用弹性通讯链和网络技术 将广泛分散的有人和无人舰船和飞机 组成一支协调作战部队 能够抵御和适应敌人对海军通讯和网络的攻击 中国南方年日大雨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苑、屯州一处洞庭湖提防出现鬼口 当地政府用卡车装散沙等堵缺口失败 提霸缺提引发网民质疑 中共高官在溃堤之后纷纷下指示之際 一份提前倒槌文件流传网上 根据中共央视新闻报道 截至7月6日11点 溃口处内外水位落差0.1米長226米 大陆媒体说目前缺口处内外水位已齐平 水流流速趋于平緩 前期已做好了封倒前的各項准备工作 正在进行倒口作业 左岸已进占3米 右岸还在搶足果头 预计工程周期是4天左右 之前7月5日16点多 湾南省岳阳市、华容苑、屯州苑、洞庭湖一线提防 发生管勇险情 17点48分多 緊急封島失败後 提霸缺堤 經初步嵌測 缺堤口宽度10米 在19點 缺堤口宽度已伸延至大約100米 網民發布的航拍畫面顯示 7月6日早上9點 大片的村莊和農田已被湖水染沒 洪水所到之處一片旺洋 民房幾乎全部沒頂 除了部分村民連夜逃離之外 他們的財產全部浸在水中 人足死傷數目不明 網民發布的視頻畫面顯示 洞庭湖決堤之初 當地政府用卡車裝散沙倒堤口 結果毫無效果 提霸堤口不斷擴展 有視頻顯示 洞庭湖一處提防出現數米寬的堤口 有多兩裝滿了沙的卡車被投入去堤口中 卡車上掛著紅色的橫幅 華蓉縣居民王健告訴大陸媒體 南刀部記者 他在昨天14點左右 收到住在對岸的叔叔和哥哥的電話 他們叫我趕緊過去拿東西轉移 我拿了一匹糧食 一共兩車東西 王健說 16點多周邊很多卡車被拉去倒堤口 卡車裡裝滿了石頭、沙 但效果並不好 裝中間倒堤 水又從兩邊走出來 對此大陸網友表示質疑 拉橫幅搶險救災 某些融媒體關心的是影響質量問題 騙補貼 看著幾輛裝著沙的車去倒堤口 就感覺特別想罵人 那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副鎮長總指揮 力排中意用散沙阻擋缺口 洪水倒不住 唯有靠疏通 這是起碼的基本常識 一般情況之下 出現管湧的堤壩 他的霸體已經鬆動了 不是倒著湧水管真能解決的事 而是在堤壩外側 對蝶大量的沙包頂著堤壩 卡車倒洪水 浪費又後悔 7月6日 官媒熱報 水利部長 趕赴缺口一線 首批武警官逼已抵達 以及中共領導人指示救援等 與此同時 網上傳出當地官方華容院 放信抗刊指揮部 發起 緩提當日7月5日的一份紅塘文件 提為 關於全員公職人員取消優價 或禁止個人對外發布信息的通知 文件寫說 全員公職人員一律取消優價 不能擅自接受新聞媒體採訪 任何人 不要對外發布信息 具體信息以官方通稿為準 這份文件傳到海外X平台 網友表示他們覺得賭罪更容易 中國企業破產行業又增一項 由於北京當局拖欠4年補貼款 造成中國農林生產能發電出現 400億至500億人民幣的資金缺口 八成工程已停擺 相關企業直言 整個產業恐怕差不過今年 財新報導 近日數十家中國農林生產質能發電 企業發出求助信 說產業補貼已拖欠近四年 請求相關部門撥付電價的補貼 以及指定第三方機構 理清電價補貼拖欠的責任 相關方和處理方案 報導指出 農林生產質能發電 只是將街港 渡谷等農林 廢棄物收集後 送到發電廠進行燃燒發電 具有一定民生性質 中共中央財政近十年來 每次雅士給予0.75人民幣的 上網電價補貼 不過由於風電、太陽能等 再生能源快速發展 中國在2019年調整補貼發放規則 農林生物質發電不再享有 先前的優先足額發放 而是與風電、太陽能等 一齊按規矩等比例撥負 導致這個極度依賴補貼的產業 從2019年開始承壓 報導說 全中國國隆林新質能發電計劃的 大約有五百多個 業內人士估計 2023年底大約有三分之二的計劃 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 一名新質能發電企業負責人透露 2024年的春節前 中國財政部發放了一部分拖欠補貼 總額大約是100億人民幣 大約是台幣446億 成為財政補貼缺口大約是400億元人民幣到500億元人民幣 目前全中國大約有八成項目因為沒有能力購買原料、發放工資等原因停產 另外在2024年銀行倒閉潮豐涌而至 中國小型銀行正在爆發一場史無前例的危機 直至到6月24日的一個星期之內 有40家中國銀行被更大的銀行吞併之後消失 即使是80年代中期 在美國發生的儲態危機最嚴重的時候 銀行倒閉的速度都沒有現在那麼快 據悉 至少有337家銀行被中共官方列為高風險機構 有分析指出 驚濤海浪之勢正席捲整個中國銀行金融系統 7月4日 民風移動的市民 去江西銀行總行想拿自己的存款 做到當地政府警方警告 定性為造謠非法聚眾擾亂公共秩序 但7月6日 江西銀行就倒閉了 大量存戶在銀行門口集體抗議 有網友表示 河南專鎮銀行不給存戶拿錢已經長達800多日 江西銀行這個是剛剛開始 還有很多銀行在路上 也有網友表示 金融崩潰是政權崩潰的前奏 中共各銀行系統信用陸續崩塌 背後就是中共政府的監管失控和全面失信 還有網友認為 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啟動 最後一塊骨牌就是中共的崩塌瓦解 多謝收聽本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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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在 scaled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先請